端午以后吃,胜过补药 谈旧医之事,旧养生之物,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端午前后,在很多人的餐桌上就可以见到县菜了 这个时候,气味升高,细菌滋生,人容易生病 使用县菜防病健身,去毒必会 即所谓的扶症去结 县菜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蔬菜 民间有6月线当鸡蛋,7月线筋不换的说法 那么,吃县菜到底对人体都有哪些好处呢? 好处一,促进发育 县菜可谓是天然的钙片 县菜业内富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钙质 小朋友食用之后,可以促进牙齿和骨骼的生长发育 生活中,若不胜骨折了 那么,多食用县菜也可以帮助骨折的愈合 好处二,排毒通便 县菜富含各种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帮助消化 还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防止便秘 对减肥也有一定的效果 好处三,清热解毒 夏天的人容易上火,而食用县菜可以清热解毒 能够有效的抗菌消炎 还可用于夏天常见的疾病,急性胃肠炎的治疗 县菜怎么吃,既营养又美味呢? 老安推荐您,蒜蓉县菜 准备,线菜400克,大蒜5瓣,还有食用油和盐 做法呢,首先将线菜的根部较老的部分去掉之后洗干净 放入废水当中超20秒左右,捞出 蒜剥皮以后拍扁切碎 第二步,锅里放油 油热之后加入蒜蓉 5秒钟之后加入线菜,大火炒至变色 最后,加入盐调味 翻炒均匀之后,关火即可出锅 线菜配大蒜,清热解毒,促消化 同时还能提高机器的免疫力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